如果可以邀请一位名人共进午餐,想过谁? 巴菲特吧 为什么? 因为和他吃饭很贵 大家好,我叫李文文 我是复旦管理学员的新老师 我毕业于香港大学 请用几个词,新老想引自己 随性,好奇,新强 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拼乐高,射箭 最喜欢中国的哪一座城市? 上海吧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复旦 除了中国,最喜欢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 奥地利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边的萨尔兹堡 就是莫扎特的故乡 去到一座陌生城市 一定会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 博物馆 推荐您最喜欢的书? 陆范燕石和数学之美 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书? 陆范燕石因为他讲的主人公 是一个上海的老知识分子 然后讲的就是 主要是在历史的红尘中 然后个人的医生的曲折的命运吧 我觉得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数学之美的话 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科普读物 然后很有趣 而且也跟现在的一些 人工智能有紧密的相连的一些内容吧 最近看的一部比较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悄悄的异想世界 您是什么星座的? 巨蟹座 了解这个星座的特质吗? 不了解 喜欢一个人留处的时间吗? 喜欢 和一个人交换人生 最想和谁? 没有谁想交换 如果可以邀请一位名人共进午餐 想和谁? 巴菲特吧 为什么? 因为和他吃饭很贵 如果不从事教师这个职业 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考古学家 最喜欢的脱口秀学的说是谁? 杨丽 为什么? 因为还有自己的想法 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 过得开心的人生吧 站在讲台上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最大的焦虑可能是怕学生问自己不懂的问题吧 如果在午餐时偶尾学生会聊什么话题? 会聊一些娱乐性的话题吧 欣赏什么样的学生? 欣赏有好奇心而且愿意沟通的学生 理想中的身边关系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较平等的 然后可以畅所欲言的吧 最近在做的课题是什么? 最近主要是在做关于抑郁症以及老年性疾病的一些研究 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移动设备以及社交网络 去帮助发现这些潜在的人群 然后去帮助医生吧 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别人的认可 那科研中最痛苦的时刻是什么? 最痛苦的时候是收到reviewer的审稿一件然后去盖一告 你一个是个科研重要的能力有哪些? 重要的能力我觉得是能够独立的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吧 怎么理解把研究做在中国的大理上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去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些潜在的有趣的研究问题 然后研究一些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 用几个词新闻复权管软的气质? 自由有朝气 自由有朝气